字幕提供 接下來我們看到下一個 那個 29頁 重點22 金屬跟非金屬的共通特性 首先 前面我們有提到過 物質分成兩類 純物質 跟混合 純物質分成兩類 元素 跟化合物 化合物這個我們以後第四次再說 來接下來元素呢 我們分成金屬跟 非金屬 所以底下這邊就說囉 來首先第一個 元素可分成金屬跟非金屬對不對 來 那麼先講中文好了 來中期表裡面呢 只要是金屬 元素 中文一定有個金字邊 因為 一個例外 因為它是液態的 它是唯一的液態金屬叫做狗 那麼都有個金字邊 比如說納 有沒有 都有個金字邊 對不對 那 非金屬呢 來 非金屬的部分 分成固體 液體 跟氣體 跟氣體 那麼非金屬的 中文呢 固體的話 一定有個石頭邊 比如說碳 氣態的話 一定有個氣字頭 比如說氫 對不對 液態 只有一個 叫做鏽 OK 所以喔 液態的元素 就這兩個而已 一個是金屬 一個是非金屬 這樣OK嗎 我們指的是常溫之下 好 來 那這裡呢 來分成第二個 金屬元素的共同特性 只要是金屬 就有底下的特性 首先 來 融點 這是金屬跟非金屬的互相比較喔 來 融點跟廢點呢 一般都比較高 而且 常溫下 大多都是 固態 所以點上去 固體 只有 剛剛講過囉 發 液態 所以 拱 為液態 那麼 第二個 只要是金屬 都有亮亮的光澤 除了金 叫做金黃色 銅 暗紅色 只有這兩個顏色最特殊 其他的 通通都是叫做銀白 或者銀灰 銀白或者銀灰 那有時候呢 我們會講 銀灰色 為什麼 因為呢 有些金屬呢 它容易生鏽 所以有時候會看到的是銀灰色 那它本來都是銀白色 都會亮亮的 只是顏色深一點或淺一點而已 好 再來 再來 第三個 來 只要是金屬 都附有 岩斬性 所謂的岩斬性呢 是兩個不同的性質 還記得吧 岩性跟斬性 岩性就是拉得很長很細 不會斷掉 斬性就是壓得很扁很薄 不會破掉 再來 所以都可以拉成細絲 打成薄片 而且不容易碎裂 金屬你一敲它 不容易碎裂 所以考題呢 或者考題問說 我用敲幾個 一個會碎掉 一個不會碎 那會碎掉的當然是廢金屬 不會碎的就是金屬 再來 括號4 來 只要是金屬 都是電熱的兩導體 貼上去 剛說過了 銀 最好 銅次之 所以銀是第一 銅是第二 再來 括號5 來 它的化學性質 金屬的氧化物 如果可以溶於水 那一定是 碱性 如果可以溶於水 一定是碱性 來 同學 順便前面有提過 順便提一下 有規則的 A 哪些金屬的氧化物 可以溶於水 前面有沒有講過喔 不要忘記喔 在很前面的地方 哪些 對 對 1A族跟2A族 DA族 氫不是 氫不是金屬 鋁納甲無色法 2A族 皮鎂蓋絲被 1A族 2A族的金屬氧化物 均可溶於水 這我們前面提過 不要忘記了 好 再來 這是金屬的特性 接下來 非金屬的功能 只要非金屬 底下直接替 這些特性 第一個 熔點跟廢點跟金屬 比起來都比較低 而且常溫時呢 固體 液體 氣 通通都有 而且液體呢 只有一個 剛才講過 這個 鏽 對不對 好 那過號2 那金屬的顏色很特定 很固定 那只有兩個比較特殊 對不對 那個金跟銅 那麼 非金屬呢 不好意思囉 它就沒有 固定的顏色了 喔 而且呢 沒有亮亮的光澤 來沒有一定的顏色 來 那個 碳 同學都知道 碳黃 黑色的固體 對不對 來 硫 硫磺硫磺 黃色 對 零 我們這裡講的零呢 零有兩種 紅零跟白零 來 紅零 紅零 紅色 白零 白色 對不對 來 那這兩個呢 是組合的 形態不太一樣 那 再來 那個點 點呢 來 來點下去 紫黑色的固體 那個點 我們說 之前講過 潮光潮光下 會昇華的呢 不是 其中也不是點 對不對 啊點的 它平常不會有液態存在 所以點的氣態 點的氣態 紫色的氣 你把紫色呢 變成固體 它變成固體 所有紫色 聚吹進去 就黑黑的 所以叫紫黑色 所以這紫黑 OK 來 再來 秀 來 暗紅色的液體 在那個第四章 洞太平衡那邊 又提到喔 秀水 有沒有 那個這個 還記得嗎 這個 洞太平衡 還記得嗎 這紅色 這個 暗紅色 或是紅紅色 或是紅紅色 都可以 對不對 好 再來 綠 來 綠呢 點上去 黃綠色 它沒有粉綠 一坨綠綠的 黃綠色 一般的氣體都沒有什麼顏色 氣體都是透明色 那這比較特殊的 綠氣 它是 黃綠色的氣體 再來 佛 來 你最喜歡顏色 黃色 對 黃色的氣 好 再來 括號3 那麼 只要非金屬呢 都不具有 岩性 及 展性 點上去 岩性跟展 就點展性啦 而且是 電熱的 不良導體 電熱的不良導體 那麼 旁邊順便寫一下 綠可以倒掉 非金屬 什麼東西 石墨 敬天 黑色 黑色 銀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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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 黑色 黑纖米辣 那麼那個鑽石來透明古色這個我們都知道 火性炭可以吸附許多小顆粒 所以來這三個來石墨那個鑽石 火性炭前面幫我撥號起來寫個 我寫這邊好了 不要說 我寫了 那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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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三個前面都寫一個同素異性體 前面這三個刮寫同素異性體 二 好,來 那,忘記前面有提過,因為很多不行,所以忘記就寫過了沒有 沒關係,就算講過也沒關係,再呼吸一次 來,同素異性體,同素異鉤物,這兩個統統都是一樣 我們寫一個例子,相同的元素性質是不一樣的 或者相同的元素結構是不一樣的 就是剛剛講的,來,鑽石石墨活性碳 鑽石跟石墨寫兩句好 石墨是扁平狀的結構,這是立體結構,所以不太一樣 再來,同位素 來,什麼叫同位素 鑽石墨,那就是指指相同,指指相同 中指不同 指指一樣多 我剛才寫了,指指數,相等 中指數,不等 這樣,OK 所以叫千大洛川 再來,同分立構物 這個是在有計畫學裡面學到的 這個,有計畫後 剛才講,第四任的計畫後 同分立構物 相同的分子 結構不一樣 來,例如 比如說 C2H6O 什麼東西 不知道 如果它排列成 這樣 這樣 那就是這樣排囉 這樣 沒有 這樣 C2H5OOH 這個就叫做酒精 引純 好 那如果它這樣子排的話 這樣 有沒有 C2H6O 我排成這樣 那就是 我畫這裡好了 這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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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就叫做 假泥 沒有 這個 就是在那個邏輯裡面學到的 齁 這個 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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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開來 好 所以如果這樣排 就像這樣子 這個叫做假泥 OK 那這個呢 我們國中呢 只提到一個 泥類 我們只提到一個 所以你就記這個就可以了 這叫做 相同的分子結構排列組合不一樣 來 就是 同分一購入 來 這個 控排的地方 寫一下吧 欸 這裡啊 這道化 這酒精是這樣排 酒精排成這樣子 這樣 這個酒精一醇 來 那這個 叫做 假泥 這樣 叫做 來 電晶底 就是我們高科技裡面 細菌原 沒有 電晶底 這主要成分 玻璃 沙子裡面 也都有 所謂的二氧化系 就是兩根細化合 二氧化系 再來 下一個叫做 硫 來 黃色的粉末 剛剛說法 硫磺 對不對 黃色 可製造火藥 這個後面這個要特別記一下喔 燃燒時呢 還火焰 超級超級漂亮 藍色的火焰 有的版本寫藍紫色 沒關係 再來 下面哪一個呢 流化千加銀 會變成 流化銀 後面聽到去 黑色斑點 這什麼意思啊 就是 火山地區啊 比如說 楊明山 這叫流化清洗 你身上呢 如果帶有 銀的飾品 比如說 銀項鍊 銀戒指 銀耳環 手環都一樣 你呢 也不用去泡 你就去原理山那邊玩一天 玩一天回來呢 你會發現你的 手環啊 項鍊啊 箭子 上面會有點黑黑的斑點 就是我寫給你的反應 有沒有 就是那個 流化清加上銀 因為呢 變出來的鐵 叫做深鐵 含碳量呢 最高 叫深鐵 那麼 把碳去到 接近 純鐵 還不是純喔 就叫做 手鐵 好 含碳量 接在深鐵跟手鐵之間的 就叫鋼鐵 寫個鋼就好 好 那這幾個 稍微接一下 深鐵呢 來 來 腳印上有 來 直接把碳上去看講一下 不用再擦了 來 又稱為鑄鐵 來 這個鑄鐵 又稱為鑄鐵 那麼 一般物質會熱、戰、冷、縮 它反過來 冷、確實 質地 那個 腳印上沒有寫啦 你順便解一下 質地硬 而脆 質地硬而脆 那冷卻體積稍微膨脹 冷卻體積稍微膨脹 把後面這個浮上去 直滴硬而脆冷卻體積上來膨脹 好,那先看手鐵,手鐵又叫做斷鐵 好,跟它比直滴轎軟 適合斷接,所以又稱為道理 好,上面有沒有看到,接近準鐵 後面幫我寫一個直滴轎軟 好,再來,下一個叫做鋼鐵 含鈦量接在生鐵跟手鐵之間 所以它兼具兩者的特性 旁邊寫一下,兼具兩者的特性 上面一個下面 所以呢,我們現在用鋼的量是最多的 我們那個台灣的中鋼 練出來的鋼世界有名 品質世界有名的 OK,底下有一個叫補鏽鋼 好,這個好了 一般我們前面講過純物指紋的耳物 一般來講,那個元素的名稱 前面加一個顏色的名字 黃銅、奶銅、青銅、紅銅 加一個顏色的名字 大部分都是所謂的合金 就是混合物 少部分呢 那是從物質 比如說 白金,有沒有 金,前面加一個顏色的名字 白金,反過來寫 叫做金白 合併 就是它,薄,PD OK,所以喔,記得喔 原素名稱加一個顏色的字 大部分都是混合物 都是所謂的合金 只有少部分 它是純物質 像比如說白金 好,那看一下喔 來這裡 銅 全部都是 這三個 都是銅 加某些 元素 形成的合金 只有這個 紅銅 紅銅就叫做純銅 所以我剛剛說啦 前面加一個顏色的名字呢 大部分都是混合物 只有少數的 來,記下來 白金跟紅銅 還有一個紅銅 紅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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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那這幾個呢 來,那同學記一下喔 告訴同學一個小小的故事 第十一次 國父領導革命幾次成功 我們的孫中山啊 國父領導革命幾次成功 我們的孫中山啊 十一次 那 第十一次為什麼成功 因為第十次 死了最多的革命劣勢 到第十一次呢 全國想一才成功 所以很重要就是第十次 第十次領導革命的 不好意思 不是孫中山 不是國父 是他 黃銑 因為國父呢 他是個文官 他沒辦法帶兵打仗 帶兵打仗的是他 他是五官 那他號稱叫做八子將軍 外號叫做八子將軍 為什麼 因為他叫八個手之頭 所以他叫八子將軍 那我跟同學講喔 他的八根手之頭 怎麼來的 黃銑呢 有一次跑去逛 你這邊有什麼夜市 沒關係 那個 新的夜市從中央那邊 那八個那邊 是中央 黃銑呢 有一次跑去逛 新的夜市 那同學你去買東西 會不會跟老闆殺價 一定會嘛 夜市買東西殺價 結果呢 比如說黃銑 本來買一個 比如說 黑子筆好了 老闆說一百塊 黃銑說不行 太貴了 十塊 兩個是炒起來的 所以喔 來 兩個炒起來之後呢 那個 老闆呢 不小心把黃銑的手指頭折斷了 折斷 手指頭折斷 就會流血對不對 那黃銑呢 就流血了 好 那我們來看到蓋子喔 來 黃銅 就是銅加鑫 所以叫做黃鑫 對不對 好 手指頭白白被捏斷 白銅 白白被捏斷 就是銅加鑫 有血了 黃鑫趕快跑回家 清洗三口 所以清銅叫做清洗 清洗三口 對不對 好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他剛剛打電話給我 所以喔 不鏽鑼叫做鑑 剛剛打電話給我 剛剛才聯絡 所以叫做鑑 捏 尿 鑽 鑼 這叫做鑑 這個叫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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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鑑 這是鑑 這個鑑是鑑的喔 這個鑑是鑑的喔 這上面有這個鑑 是一支筒,還是你能知道 好,來,填上去 在哪裡,來,那個筒的地方有沒有看到 筒的地方,那個叫黃筒,你看 筒加心,黃心,白筒 筒加念,手指頭,白白被捏斷 來,青銅,銅加錫,清洗三口 對不對,阿不鏽鋼,鋼捏肉 順便寫一下,紅銅就是純紅 好,來,那 趕快寫上去吧,來,鋁 來,地殼當中含量最多的,選起來 金屬兩個字,金屬元素 好,來,叫做 寫下好了,旁邊撿一下,地殼裝 含量 元素 來,前三名叫做 羊死你 重點是,叫做 羊 氏 鋁 鋁 這個羊死你 那 其實我們只要背前三名就好 為什麼 非金屬的氣態 非金屬的固態 金屬 那 有些呢 都會講到,這第四個好了 羊死你 鐵 什麼意思? 羊死 鋁鐵 鐵 我們用的最多嘛 所以當然,含量是很多的 再來,它什麼 啟羊 含量進來 致蜜 什麼意思 一般啊 像那個鐵 我們做生鏽之後呢 你把鐵給撥下來 來照光 但是會偷光 那個那個那個 鋁呢 也更容易生鏽 但是呢 生鏽之後呢 很密 可以保護內部金屬 待續一點的話 來 那個跟鋁有同樣的特性 誰 跟鋁有同樣的特性 起來旁邊 這個 往鋁 跟鋁有同樣的特性 這個鋁 所以放你汽車的防袖呢 就是用鋁來做防袖 所以啊 汽車做好的時候 那個鋁板還可以去鍍心 防袖處理 好 來 那個 下一個 銅我們看過了 暗紅色 再來 銀 來 導電 導熱 第一名 導電導熱 第一名 導電導熱 有時候 有時候呢 我們在那個 牙齒 那個什麼 柱牙的時候 我們用銀粉加水銀 來填補牙齒 銀粉加水銀 把水銀拋起來 填補牙齒 好 再來 金 金黃色 可作為抗腐石的導線 什麼意思 一般我們電線是同做的嘛 但是呢 來 飛機好 飛機飛在半空當中 或者是太空收 飛在外太空 今天那個飛機如果飛到一半 那個很重要的跟飛航有關係 電線如果腐蝕掉了 哇 那飛機怎麼辦 對不對 汽車 發不動 推在路邊就好 對不對 飛機太空收 不行 所以咯 那個飛機啊為什麼這麼貴 太空收怎麼這麼貴 因為他們的導線呢 那種很重要的導線呢 都是用黃金來做 好 來 所以啊 作為抗腐蝕的導線 再來 有一個名詞 叫做K金 其實齁 那個K金啊 它就是合金啊 剛剛我們說的什麼青銅 黃銅白銅那個 那個都叫合金 但是呢 如果黃金啊 跟其他的金屬混在一起 其實它就是合金 只是說因為黃金很貴 所以我們用 黃金跟其他金屬混在一起呢 我們就把它拉出來稱為黑金 它也是個混合物 那麼 我們做成K金的目的呢 因為黃金質地很短 K金的目的 來 旁邊先寫一下 K金的目的是增加硬度 增加硬度 增加到硬度 好 那麼 24K 叫做純金 24K就叫做純金 所以啊 來 那 考試問你 來 18K 所以 黃金的比例佔在多少 所以 我是這樣寫 24K叫純金 那 比例叫18 所以 來 把它 乘一下 乘100%的意思 把它畫成很小數 來 這個 六 三十八 六 四 二十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叫做0.75 所以叫百分之七十五 所以 黃金的成分呢 佔在百分之七十五 剩下百分之七十五 剩下百分之七十五 其他的金屬 那 哪些金屬呢 來 講義上控告怎樣去 來 哪些金屬 金 加桶 一般就是金加桶 那偶爾呢 也會加別的東西 比較少 膩也有可能 那大部分都是桶 那個 加桶 大部分都加桶 大部分都加桶